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Donald 前幾天, 麥當勞就突然宣布 在7月27號凌晨4點開賣 風塘班戟漢堡 當然我們就要第一時間去試吃 再告訴各位網友究竟好不好吃 還有怎樣才可以買得到來試試呢 由7月27號去到7月31號 如果你要吃這個包 你就一定要用它的App去買 你只需要下載麥當勞的App 你一進去, 就會看到大大的包放在這裡 而且你還可以看到哪一家麥當勞 究竟有這個包賣, 還有沒有供應 那麼風塘班戟漢堡總共有兩款 第一個就是風塘班戟豬柳漢堡 而另一個當然就是風塘班戟豬柳蛋漢堡 好, 最後選擇飲品就給錢 就立即可以衝進去吃 那麼凌晨4點多, 麥當勞真的不算太多人 最初我也有想過 這個包的討論度這麼高 應該也有很多人會來試試 當然啦, 可能太早的關係 所以也不算太多人 就算我們在這個App 一早已經按好, 去到餐廳 大約等5分鐘才能拿到餐廳 藍色的這個就是風塘班戟豬柳漢堡 就等我現在立即打開它 看看它的樣子 就這樣看樣子 和在手機App看的照片 都有九成相似 除了有兩塊風塘班戟之外 它就有一塊芝士和一塊豬柳 在未吃之前, 我純粹以價錢來計 一個豬柳漢堡餐都要33元 而它這一個只不過是35元 接著我們就看看風塘班戟豬柳漢堡漢堡 就等我們打開它給各位網友看一下 雖然只不過是多了一隻蛋 但是目測起來, 包就大了很多 其實它就和風塘班戟豬漢堡一樣 只不過多隻蛋 而我自己其實就真的未吃過 所以對它們的味道都真的有少少期待 試吃的時間就開始了 先試一下它這個豬柳漢堡漢堡 吃下去那個豬柳漢堡也算挺軟 你會聞到有豬柳味 但它又不會太甜 再加上它中間的餡料一起吃 吃起來咸中帶甜 但就絕對沒有奇怪的感覺 比起平時吃的豬柳漢堡漢堡 那個硬硬的英式鬆餅好吃很多 最後當然就要試它這個豬柳漢堡漢堡 老實說, 其實和我剛才試的那個 都是少了一隻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塊豬柳漢堡是甜的關係 快豬柳吃起來比平時好像鹹了很多 不過你吃起來都會聞到香噴噴的豬柳漢味 而我們吃完就覺得不算太大的特別 和你平時吃的麥當勞餐 感覺真的差不多